我是你爹 那个我问你 你那边活怎么样 钱算下来没有 算下来 那好 那我这边也又来个活 好了啊 晚上回家算账啊 好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败家玩意 到年根底下活赶堆了 机会啊 来啊 老板 人全部到齐了 到齐了 开个临时小会 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大伙 要炒出一个公司 今天这个公司呢 很大 大成长 怎么能遇见你呢 怎么呢 一看着我脏经济 怎么不高兴啊 来来来 我想哭 来来来 我告诉你大成长 我就是你的贵人 炒出公司的电话 这是我给你拿的 公司是你的 对啊 抱歉 干不了你这活 为啥呀 去年就因为干你的一个活 我走了一年被子 家是 我家门上贴那俩门绳 现在都不站岗 逃了 去年是去年 今天是今年 为了表示一件诚意 我今天先给你钱 你先给钱 你说 先给钱呢 那我可以再冒一把险呢 你这话说 我跟你合作 还冒险呢 你有啥可冒险呢 我又是啥可冒险 你看你这些人 能不行吗 你也拉他 还嗯 我不行 落点正事 我现在呀 开了一家公司 一年来的呢 他始终就不火 我就想啊 让你给我吵着一下 你看那几个人能行吗 别说你个公司 前两天我一个哥们 给我打电话 说伯克不火 让我帮吵一下 我上他那场一看 他写的是 我和几个哥们 晚上坐在床上 打扑克 这能火吗 嗯 我加了一个标题 火了 打架的呀 那一夜 三个男人 上了我的床 哈哈哈哈 大盘子要动 早点就找对人的 有才 来来来来 这个老规矩 谈谈价 价呢 呀 今年的价 跟去年可不一样了 咋了 嗯 你不炒作公司吗 对 看你想火到什么程度 嗯 这有个表 看到吗 网友骂 一千 嗯 专家骂 两千 消费者骂 三千 电视台骂 五千 工商局查封 一万 公司特产 负债累累 一万五 煩了 你这全成煩了 我这意思像你呀 把我的公司 往火了炒 你这么炒的话 我得关门吗 这 你对这个炒作呀 一点概念都没有 想要公司火 就得有人骂 骂的人越多 公司就越火 那你说 就我这种情况 得多少钱呢 我给你 哎呀 那什么 你说200多钱就行 就200多钱 行 我这什么 我言250就行 你听啊 听不听 这有头呢 好好好 能不能等我好消息 听老板这 听老板这 少少少 多谈点 行行行 多谈 谢谢 那个 咱俩算是第二次 合作 也算是朋友了 对 我呢 给你打个八折 5000 行 少3000不能干 好 这钱也行 说话说话 这钱先给钱 先给钱 多了 钱到手了 你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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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呢 你上了个事 能不能给我调 调到调到岗位 你先钱少吗 不是钱少的事 我这体格呀 老振造 够这样的 这体格 这不体格挺 哎呀 好好好 我前两开 又接着火 你这是拿我 我再给你加一百 哎 干啥呀 干啥给他加一百呀 你再给他加一百呀 乱烟火了 给我加点钱 你们不愿意呀 不愿意 就冲你们这么说话 数个人 大也都不能忍 要不然咱们就换个岗位 为什么 你会忙 你来吗 来吧 还是我来呀 我问一下 他这个是什么岗位呀 他的岗位比较特殊 一会我单独给你介绍 咱们先介绍一下 炒作的流程 还有流程 这可正规了 流程呢 分为三步 一推 二罢 三接路 先给你呢 制造负面新闻 然后找一帮人骂你 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 把形象搬回来 你就火了 那还等啥呀 赶紧炒吧 开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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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来 这干啥的去呀 这怎么还要录像呢 你瞄准点好不好 我跟你说 炒作的视频和图片呢 是最有可信性的 二一个我们公司也是刚刚成立 做一个内部参考资料 将来再炒作啥的 能有个经验啥的 我问一下你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 那个生产鞋垫 生产鞋垫 对 那个什么 来 那个 产品 我都给你拿了 现成 我先给这个鞋垫找一个形象代言人 我看谁适合呢 来 阿蕾 来 对 我先给这个鞋垫 他呀 你干啥要他呀 你这活应该我干 你咋老挑礼呢 人家这脸长得好 你看看 人家正好一副鞋垫的 你看 你看 跟哪边都行 你看 跟脸行吗 想不想发行 想想代言词 来 视频 视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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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开机了吗 哎 啊 运动好情绪 开始 电什么鞋垫 长什么脸 电了十里箱牌鞋垫 要脚 不要脸 呀 太硬了 这才是 这么要失望 这硬啥呀 大理石的硬度 还没给你往上上呢 是 炒作正式开始 谁是负责负面行文的呢 我 大带 别让我失望好不好 打好头一炮 放心 运动情绪 走 你好 你干啥呢 有理想理呗 打人家干啥 还上去 啪啪个嘴巴 我得这呢 这呢 这 你这干啥呀 是 你先别着急 肯定有原因 胖牙 你告诉我 你因为啥打人家 哎呀 他给露歪了 我给露正的过来 这是 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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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带 你因为啥打人家呢 我因为啥 你问问他 损不损呢 啊 你拿纸盒做鞋垫 俺家用这个鞋垫 你知道都得蓝尾言了 你拉倒吧 你鞋垫和蓝尾言 有什么关系玩呀 拔你呗 对 这孩子吧 身体太弱 前两天喝牛奶 喝出六个肾解石呢 爬倒了 行行行 那个 斐门主 是 真实一点 张总 我就想要你一句话 这个孩子 生还是不生 不你生不生孩子 跟我什么 大厂的 你这跟我有啥关系 这是 你问谁呢 你的鞋垫是假的 你的感情 也是假的 是 打倒吧 你这哪个哪 我知道 绯闻主 绯闻主 视频主 上 上 朋友们 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在鞋垫工厂 暗法的一种镜头 现在正是工人下班的时候 我随便找一个工人 和他聊聊 不是 大厂的 我今天没带工人来呀 炒作 我们这团里什么都有 不用你的人 我亲这出马 带啥呀你 你好 你好 下班了 下班了 你们这鞋垫厂 一天能生产多少副鞋垫啊 你问啥 能生产多少副鞋垫 一天呢 一天说不好 一个小时六七万副吧 那你们为什么要用 纸盒的做鞋垫 纸盒照价第一 纸盒 你是这厂子的吗 没事 别来我们出点 朋友们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离开了工厂 相信消费者心中 已经有了答案 你以前是不是当过记者呀 当啥记者 他让记者暗访过 你 你说还学这么像呢 小的声 过去这是个大老板 大买卖 就因为让记者暗访以后 做病了 买卖赔了 你看 眼神都值着吗 走哪都这几句话 朋友们 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在工厂内部 暗访的一个 这就是说一种 你都有了答案 那个我们工作也差不多了 现在有不少人骂你了 咱们撤吧 等会儿 不能走 不能走 绝对不能走 你还吃饭 啥啥事 活没干完 你走什么呢 怎么没干干呢 怎么上干嘛了 现在我跟你说 你现在老火了 你上网看看 现在网上多少人骂你 这活怎么没干 你看 你的点击率老高了 现在都 不是你骂我的点击率高了 你把我形象整没了 你把我形象搬回来 我钱都给你了 你给我的钱是 骂你炒作的钱 搬回形象的钱 你 你没给我呀 我给钱 多少钱 一万 多少 解释 我认栽了行吗 我看着你 我认栽了 一万就一万 还能怎么呢 那 冬天赏钱 一千 你没给我 你来 把我形象给我搬回来 搬形象 也不那么容易 得找一个替罪羊 整不好 这人还得挨打呢 还得挨打 那可不 这么多人买了假鞋店 不能招人恨呢 招人恨就得挨打 对 我看谁这个是替罪羊 你们准备一下 来 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 就是 谁是那个替罪羊呢 就是陛下 你就是那个挨打那个 你这体格能行吗 还能行 我跟你练练一下 行了 行了 过来 过来 对对情绪 好 预备 老板子 等这活玩事 给我多上点保险行吗 我再给你整个体检行吗 好好干这个活 拜托了 朋友们 你们好好过年吧 开始 哎呀 哎呀 老板子 都是我的错呀 我不应该用女的商标 做假鞋店 那些 听到吗 做假鞋店是最小的 上他 再一次 再一次 行行行行 留一口活劲 留口活劲 谁打我一眼泡啊 行 做什么 行 行 谁打我一眼泡啊 喂 李警官吗 对 我是张经纪 他们都在 我把他们给你送过去啊 你们已经过来了啊 那好 那好 等你 好 赵哥呀 赵哥啊 我都愿意打这造型了 还来人呢 对呀 还有不少人要来呢 完了 这年车过不去了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来个不是打你的 是找他们的 这你又给我联系活了 这回是炒作哪公司 哎呀 这公司可大 公安局 公安局可不能炒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一伙人 你们涉嫌非法网络诈骗 公安局现在已经到门口了 走